朋友问我说台湾的年味浓吗 他说他在家过年感觉没有什么年味了 问我说台湾的过年是怎样的呢 蛮好奇的 就问问咱们这个荧幕前的这个朋友们 你们的年是怎么过的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变胖了吗 我在这边坐着 小Q就在这里 然后我女儿跑来跟她躺在一起 这是我的大女儿 我的小女儿 是我宝贝 宝贝你觉得你跟小Q你俩谁大 她 对那她是我大女儿吗 你是我小女儿吗 你有姐姐了 开心吗 因为我女儿总说让我给她生个姐姐 你说我也无能为力 怎么能生个姐姐 这你小时候跟我讲的话 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帮阿丹起起来要订阅 你一起对我来说 真 重要 重要 这是我女儿在旁边 今天我的这个台语老师是我女儿 多谢 多谢 好 忘了说谢谢 然后今天的话呢 就是有朋友在问我 就说哎呀 他觉得过年的话呢 就是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淡了 问我说是怎么过年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大家听到我那个口音对不对 我是宜 宜兰怎么说 宜兰 宜兰 是吗 宜兰媳妇 我是宜兰媳妇 那我先生的话呢 因为他是上上轮班的工作 所以他今年是 初一 初二 初三都在上班 那么初四 初五 初六 我们有回宜兰去 给大家看一段影片吧 这是我在宜兰当时拍下来的 我们现在来宜兰东门观光夜市 哎呦 人超级多 每一滩都很多人 什么龙凤腿 龙凤腿 哎呀 在这点呢 先点吗 现在很多人帮忙串串看到没 卖超级便宜给大家看价格 生意超级好哦 对以前都是在现场直接在那边吃 然后最后数千千 可能是因为太忙吧 生意太好了要排队了 这五块钱一串去哪里买 对不对 五块钱呢 很便宜 超便宜 超级头百 然后我们这个酱是甜辣酱 这样 这个是龙凤腿 这个一样这么大一串的五块钱 它是用那个猪的网油膜 然后包的那个包的高丽菜 宝贝哪个好吃 这一只都只要五块钱 他们家鸡排才十五块 便宜哦 价格好像一直都没上 一直这个价格 哪个好吃 鸡肉串好吃啊 老公罗凤腿也不错啊 包高丽菜甜甜的 这边在做 这边在炸 然后我觉得好便宜哦 三十块钱的就二十四个笔哈 我们家那边的话 是不是都要五十块 你看你的股价比较便宜 嗯 然后这边的名字叫烧马蛋 不是叫地瓜球 这个北回上面有柯文哲 2022年10月10号 国庆节的签名 哇 怎么签到那么高 这一摊的葱油饼也是我会来吃的 我记得他们家有一只小垫狗 今天没在 摇摇冰 天气不冷 喝一杯冰 站在路中间等红绿灯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说 这个香基城是台湾很早的这种店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回忆吧 那时候我们在宜兰那几天 我有一天去这个宜兰的夜市 宜兰东门逛逛夜市 好像这个名字哈 我们去逛这个夜市 哇 真的人超级多 每一摊都在排队 一点也不夸张 我想去吃 我阿姐没吃到 排队 然后每一间都很多人 你知道吗 宜兰的话 其实我回去的话 去罗东夜市真的比较少 多数的话 我们家都会去逛宜兰夜市 也可能是觉得说 宜兰夜市相对来说近一点吧 虽然说宜兰夜市比较小 但真的足够足够我们逛吃逛吃了 很多好吃的 像我有拍了一个 有没有三十年的老店 那个龙凤腿啊什么 卖的好便宜啊 然后味道真的也不错 现在开始排队了 以前的话都是不用排队的 就是大家都是在那边 直接吃 然后数千千 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吧 就开始排队了 不让现场这样吃了 在那边 然后我有拍到 我觉得那还蛮有特色的 鸡排小小一块 然后就 它那个鸡排的话 也是有骨的 骨头的那种 就鸡排 然后呢 十五块 哎 我觉得好像还很不一样 大家有空去的话 可以尝尝看 它现在开到比较晚了 以前的话很早 就是卖完就会收工了 然后呢 夜市就这样 我就发现说 在台湾过年的话 很多人都会出游 如果有这种 比较连续的这样假期的话 不单单是过年 其实只要是有年假呀 包括周六日的话 其实台湾人都喜欢出去 走一走玩一玩 其实疫情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台湾早就属于一个 开放性的 就是正面的去面对疫情 那当然 我以前很多影片我都说过 它是逐步开放的 并不说突然间开放的 逐步开放的 然后呢 就是有各种的配套措施 到现在就算是你确诊的话 还是要在家进行一个隔离 就是五天 五天的隔离 然后你才能出来 那么所以说 大家现在在外面游玩的这个 性质吧 会越来越高 大家都会愿意 更多的出去游玩啊 走动啊 并不会因为说 疫情影响了我们 怎么怎么样 其实在台湾 我的生活 就我自己来看 我早就恢复到 正常的生活了 虽然说现在 户外的话就说 不用戴口罩了 可是我们都还戴着呀 就习惯了 可能陆续开放 室内不戴口罩的话 我估计 会继续戴着的人 也应该会很多 就已经形成个习惯了 是这样 那我觉得 过年的这个气氛呢 过年好像是 从年终就开始了吧 就我先生领 那个年终奖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要过年了 这个年终奖的话 我之前就说 我说哎呀 我说今年年终奖 有比去年多的人 大家帮我加一 我就看评论 我就发现 哇好多人 真的都是加一的 加一的人 真的点赞 好棒哦 真的是 大家就是越赚越多 收入很多这样 那有的人说 哦今年并不好 或者是说 我的什么收入 没有加一怎么样 我就跟他们讲 别急 明年会更好 大家加油 我们期待说 明年会更好 是这样 所以说 我觉得过年 有没有年位呢 在我眼里 就是我觉得 年位可以靠自己来打造 你自己的话呢 就可以在家里买一些 关于年位的 一些装扮的东西 像我家的话呢 就是好多年了 我都会坚持贴这个春帘 贴福字啊 这样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过年了 要贴这样 然后像家里的话呢 我之前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 说你可以去买一些花 迎春花吗 还是叫什么花 大家可以去那个卖花 那个花店去买 都有过年的 很有气氛 真的 你把那个花一摆到家里 绝对就感觉说过年了 绝对是过年了 然后再来什么 像我这几年 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说我们小时候 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买一套新衣服 我说现在小朋友 好像没有再 就这样了 因为现在都是随时随地的 大家只要想买的时候 就会买新衣服了 可是就感觉说 没有说一定要过年的时候 再买 我说但是我们家 这几年的话 就决定给我女儿 在过年前的话 就一定要买一套衣服 我们初一换新衣 我们都穿上新的衣服 是这样 所以说还是 就是增加 自己来增加一些 这过年的气氛 像我给我女儿的话 过年的时候 会买摔炮 宝贝 摔炮 甩炮 就啪 丢在地上 那个甩炮 然后还有仙女棒 对不对 然后大家的话 就可以一起来 这个放烟花 就感受一下 这个气氛 我觉得就看 自己来怎么打造了 年胃的话 真的 哎呀 我觉得年胃 对于我来讲 变胖 算不算年胃 真的不夸张 我就是过年这几天 我胖了三公斤多 三公斤 女儿你胖多少 我胖不到一点点而已 我女儿胖一点点 不到一公斤 我先上手完全没胖 你说我就真的觉得很奇怪 明明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们三个人都是一起吃东西 吃东西都一样的 为啥只有我胖这么多 你看我的脸 是不是明显见圆了 哎呀 真的是 这黑颜色的衣服 好像还显瘦一点 脸明显看到 我觉得我在这个影片里面 看到我脸都变大了 就是因为过年 我觉得我吃胖了三公斤 所以说这个算不算年胃啊 在我身上这应该算吧 然后所以说年胃啊 就靠大家自己去看 怎么打造了 我还真的蛮喜欢说 虽然说像我去这个 宜兰夜市的时候 感觉说每一摊都是人 然后我想吃到东西的话呢 可能要排很久呢 我就放弃了没买 但是你看到那种热闹的气氛的话 就感觉说哇 这种烟火气啊 然后大家热热闹闹的 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我很喜欢这种感受 就感觉好热闹 我没跟大家讲嘛 我前两天就是从宜兰回来的时候啊 我就是在雪碎里面塞车 其实不算 算不算塞车呢 没有停下来 一进雪碎的时候是20多 然后30多 40多 50多 最后快出来的时候 开到50多 那一出来就很快了 很顺了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当我进去雪碎 就发现说 旁边有人跟你开 就是这样缓缓的向前开 我觉得好像还蛮有办的 那种感觉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所以说就是看大家怎么想 那 在我心里面的话呢 没过15啊 就是那个正月15的话 好像都在年里面 所以阿丹还是跟大家讲说 新年快乐 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下次再聊 拜拜